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当家败了 风景 兄弟们快撤 天狼四刀的大当家就这样没了 大哥怎么可能被这个小子灭了 不可能 这时候还有心思关注别的地方吗 小妞儿 此言我只是不想落手催化 没用出权力 老大都陷在这里了 我必须赶紧跑 老二和老三那俩家伙就自求多福吧 小妞儿 我等会儿马上就跑路了 我这就使出全力 你就乖乖跟我一起走吧 等这个小娘皮闪躲 我就立即头也不回地冲出去 这家伙真是不管自己脑袋了 看来不单单是我和你在进步 刘若霞和徐冲的进步也很大 我现在可是超过你了 加油啊 可爱的小鞋 现在不分胜负了 哼 这是一点不肯让步 小冲子 之前在血缘战场的时候 你还想和赵师兄比试 你们朱雀仙剑不一直把你和袁师姐拿来对比 我们彼此彼此 好吧 接下来我两家被努力吧 我可不想被袁姐姐和赵师兄拉开太多 天狼死刀的大当家和四当家都亡了 天狼死刀又变了 快撤 圣女 大长老 我们赢了 所有的人都在逃跑 大爷爷 赢了 我们赢了 是那位张公子和他朋友帮了我们 没有 你立即回去让族人把我们最好的鲜果鲜茶和其他物资都拿出来 圣女 你和我一起去见那位张公子和他的朋友 哇 这是所有的高层都来了吧 这礼遇太夸张了吧 首领异族 在此谢我诸位公子和仙子 在我奴隶王军之心身处着人手 张公子 还有诸位仙子 公子 这边请 我们已经摆好了宴席 还有一些薄礼 聊表我们的谢意 恭敬不如从命 那我们就厚言不推辞了 张公子 诸位请坐 这些都是我们族内特有的铃果 以及一些灵兽 希望不会让诸位失望了 去告诉所有族人 庆祝我族度过灭亡之灾 现在开宴 三天不必 诸位请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张公子之前说来乱海星域是有事而来 不知是何事啊 我首领异族必定清尽全力帮忙 我还没提出这事 对方就主动开口了 挺好的 省事了不少 本就想麻烦前辈 你这么说 可让小子不用苦恼如何开口了 诶 张公子请说 我是来寻找一座灵寝 一座先帝留下的灵寝 这位先帝 名为灵霄 什么 张 张公子 你是从哪知道灵霄先帝这个地号 对 公子你出身天云大陆 但 圣女小姐是想问 我是怎么知道灵霄大帝的灵寝就在乱海星域吧 是的 因为我得到了灵霄大帝 留在我天云大陆的上半部分传承 传承中有大帝一言告知 灵寝在这乱海星域 什么 如何确认这位张公子言语的真假 而且我知道你们是守灵异族 守的就是大帝的灵寝 而灵寝 就在你们这座小型大陆的核心之处 什么 我们守的 居然是一位先帝的灵寝 灵寝 灵寝 灵寝